Hello,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今天又来到我们的DIY创与灵感 在我们今天的视频当中呢,是有想和我们的观众朋友 带来一个我们这边的一个这个珍珠黏土 它是叫做Walken Slime,或者是叫做Foam Clay 在这个Foam Clay里面的话呢,是有各种各样的黏土 但是它的黏土本身是混合了我们这个小的塑料,小的这个珍珠在里面 手感会特别特别的好,尤其是喜欢做手工的小朋友的话呢 是把它进行一个这个加工 然后它做完了之后,放在我们的房间里面 大概是放24个小时到48个小时就可以完全的定型 那么我们可以来给它进行各种各样的一个手工DIY的制作 也是属于一个非常棒,非常好玩,好用的一个材料 我们今天呢,就是想用到我们的Foam Clay 珍珠黏土和我们的折纸进行一个混搭 不知道会创造出来怎么样的一个好玩的东西呢 我们先给它搓成一个小球 然后在上面的话呢,用我们的牙签给它去扎出一个小洞 大家要 qualche东西呢,可以双皮签的一个好玩的 那么我们可以双皮签就好 然后要看看肌肉 呢,可以双皮签的流程 有种不少比特别的 那我们可以双皮签给它 好似的油红 然后你看那这个顿部 好签就好 再给我一下 那么我们再过一张 在这边的话呢 也是可以给它做出各种各样的形状 然后是把它先做成一个 这个像梭子一样 然后再慢慢的把它拉出来 那么我们就有了一个水滴形 同时它还有在中间是这样的一个形状 那这边呢 我们是做出了非常多的 我们自己手工自己 DIY制作出来的珍珠黏涂的小的 这种的熟练的珍珠 也是非常可爱 然后小朋友可以通过 自己的喜欢的颜色和形状 进行各种创业的DIY 那么我们现在是要把它进行两天 这样的一个让它晾干 晾干了之后的话呢 就可以完全是自己去进行一个使用 那我们现在的这个小珍珠呢 已经是完全的干掉了 我们现在的这个小珍珠 那现在呢我们可以用这个透明色的鱼线 把我们这样做好的一个小的珍珠 全部先给它穿起来 然后我们再调整它的一个大小 那对于我的手腕来说的话呢 这个珍珠的话有一点点多 我们可以把多余的珍珠给它取下来 我们这边呢也是要把它拉紧 然后在后面要给它打个死结 现在我们可以用剪刀去把它全部都给它剪掉 那我们的手链呢现在差不多就要做好咯 我们的手链呢和我们的手表相配戴一起 也是非常非常的搭配 上面有它自己的一个颜色啊 然后它的大小的话呢 如果你是用了带有弹性的这种的这个穿绳 它也会具有带成这个弹性的一个手链 也是非常的不错的啊 不知道你会不会喜欢呢 如果喜欢的话呢 千万不要忘了给我们一个大拇指 先和个赞 在视频的下方直接订阅我们的频道 频道每天每周都会定期推出新的视频 那么我们就下期再见咯 拜拜